来这儿转一转,才知道东大门为什么是东大门。 闻,徐义庭。 出租车一个转弯,道路变得宽阔起来。 地标性的韩国东大门设计广场出现在眼前,高峰的大楼环绕四周。 他们与更广阔的平和市场等建筑,共同组成了繁华的韩国东大门市场。 这里是公认的亚洲潮流发源地,一个地处首尔式黄金位置,拥有十余座摩天大楼,三万个档口,二十四小时不停转的时尚中心。 七月,我在东大门血拼了三个小时之后,发出了懊恼的自问,前几晚都干嘛去了,怎么不来这儿扫货。 而我对东大门的真正认识,是经由血拼图中偶遇的中国人拼成的。 潮流发源地的店主,No Photo。 进入APM Place的时间是晚上九点。 放眼望去,灯火辉煌的商煞内,满是琳琅满目的衣服,和摩间接种的人群, 档口的店主,涌入的客户,取货的大叔,代购的姑娘,直播的满手混乱,而又有序。 零售多在白天,批发则在晚上八点开门,四日凌晨五点结束。 在亮如白昼的一众批发市场里,APM Place以款式新颖见长,且相对高端。 这栋建筑物的地下两层为饰品,鞋包专区,一大八层为女装专区。 其中顶部的三层是精品区,你在首尔江南高端服饰店买的货品,或许就来源于此。 每个档口,都站着一两个身材堪比模特的韩国小姐姐。 她们面容娇好,妆容精致,穿着自家的衣服,是在生动不过的招牌。 我手持银行卡,洋装批发的人进店坛下,没想到却正是这个细节,暴露了我的外行。 两个一同进店的小姑娘,主动上前指点,你这是还没在这买过衣服吧,一看就是第一次来。 在东大门交易,只能用现金,支付宝,微信,银帘啥的,一概不顶用。 我依其意见堂好卡拿出钱,毕竟她们人手一袋衣服,看似经验丰厚。 可没想到,这俩人也是半路指点,就在他们拿着手机拍摄店内衣服,并传给好友时,店主上前阻拦,no photo,话语间,神色有些严厉。 我们就是拍给国内的朋友,他也想买,他们还没放弃。 店主似乎并没有听懂普通话,一个件的摆手说no,并且要求他们撤回照片。 在店主强硬的态度下,姑娘们只能依其行事。 势必,他们冲我吐舌头笑笑,这些店家就是怕我们把衣服的板拍回去自己做,侵犯他们版权。 拥有百年历史的东大门市场,从1970年代起,就伴随着纺织业,成为韩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城而越居中心的位置。 至90年代,韩剧出海,韩流盛行,服装等产业也颇受国外欢迎,尤其是中国。 多年来,国内服装界形成三大地标性的集散中心,北有北京动物园,东有杭州四季青,南有广州十三行。 而这三大集散中心的源头,共同指向韩国东大门,多年来均有专人常年在韩国东大门采购,回来售卖,或者打板制造。 潮流的西学东建,就在一件衬衫一件裙子间蔓延。 东大门的衣服,多数没有品牌,只有店名。 但仔细观察,一家店与一间店之间,饶式风格相同,但款式也是绝对不同的。 各个档口都有自己的设计师,对衣服的吸引性和款式都极为看重。 每一家店的no photo,形成设计的保护墙,也成了各国人,来韩国东大门走一遭的理由。 换钱锁门口的偶遇。 作为反客,原本进入了批发市场,几乎寸步难行,同一款式的衣服,至少两件起售是潜规则。 幸运的是,实为剩下,韩国东大门一年两次的打折计正在进行中,单件衣服也可出售。 各个档口陈列着三四排衣服,夏季款约末一万韩元到三万韩元,也即六十元至一百八十元人民币,冬季款大约人民币三百元,到八百元左右。 价格不高,但无奈之处,在于一口价且不能逝,何身与否全看运气。 这座服饰迷宫里,一件件版型好看,价格不贵的衣服,很容易让人陷入疯狂。 每个人都拿着三五个大袋子,每个袋子都鼓鼓地塞满了衣服。 不少人将一叠韩币揣在手里,准备随时付款。 我现金不多,在一家店里选了两件衣服就已告庆。 好在东大门周围,遍布着换钱锁,当然,无论什么时候去,换钱锁门口都排着长队。 正在韩国上学的中国留学生姑娘小李,就排在我的前面。 她穿着T恤,外面照一件长袖薄衬衫,下身一件牛仔裤,很有韩发。 第二,谈及东大门,她说留学一年,这是第二次到东大门,一来非打折迹的东大门衣服并不便宜,二来自己住在弘毅大学和梨花大学之间的新村,在这三处,无论大型商场还是小型服装店都不缺。 韩国线下商业的支发达,到了百米一家便利店的地步,可谓有道路处,皆有零售。 小李说,这次也是陪姐姐来,没打算买,但打折后的价格让她停不下来,只能取现金买买买。 隔壁队伍的另一位留学生也插话,我玩韩国前就带了几件衣服,但前两天搬家,两个大箱子都塞不下。 周围的韩国同学都在买买买,也是跟着买习惯了。 走在首尔的大街上,确实会发现,无论是姑娘还是小伙,一个个都经过一番精心打扮,着装心潮而又协调。 往高点说是赏心悦目,往高点说是极为扬眼。 这样的文化也有缘由。 首尔2018年的人均年收入13万元。 收入高,消费自然也高。 吃一顿稍微正式的饭,并不下百元,而一件衣服也不过如此,以一顿饭前取悦自己,何乐而不为。 东大门的中国人 这一晚,APM Place大厦内往来的客户,几乎清一色是中国人。 一个档头两到三名职员,男生负责拿货,女生是倒购兼着收银。 多进几家,就发现一家店内,至少有一名中国职员。 韩国店员反复说着两个词,欧迷,这里打折。 中国店员就不一样了,他们了解中国客户。 客户犹豫时,他们会让客户试穿。 当韩国店员只谈价格时,他们会介绍,这是兔毛的,很暖和。 他们甚至会在你买完一件后,又拿出一款书很适合你。 这些中国职员,一半来自国界边上的朝鲜族人,他们是全职。 一半来自韩国念书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是兼职。 他们会深会色的沟通,总能让你买下那件衣服。 一家东装店门口,我住足良久。 愁愁的原因在于,衣服好看,但衣服领子处却写着Made in China。 在韩国买一件中国制造的衣服,何必呢? 中国店员看出了我的犹豫,流利地介绍道,韩国冬天的衣服,像泥子大衣,羽绒服,基本都是咱们中国生产的, 他们人力和设备不足,但他们会提供设计,提出服装布料的要求,中国只是帮忙生产一下。 看我摸着料子仍然不觉,他进一步解释,我们店是实诚,你看别的店写着Made in Korea, 其实啊,是从中国拿回来,贴上了这个标签而已。 在韩国店员欣赏的目光,和中国店员你赚到了的话语中,我抱着三件冬季的衣服,欢欢喜喜出了门。 全球够的买手,与扛大包的大叔。 宽敞的通道与庞大的人流比起来,还是显得过于狭窄了。 大楼里,人人匆匆忙忙,总会撞到或者被撞到。 那些人里,有散客,有批发的人,有店员,也有两个为数不小的群体, 一是正在做淘宝直播的全球购买手,多是中国小伙子小姑娘。 一是正在扛着大包的衣服,往物流中心送货源,多是韩国大叔。 在二楼的一个档口,我碰到了盛态。 如果你看淘宝直播,如果你也喜欢东大门的衣服,你很难不知道盛态全球购这个直播间。 它有52万粉丝,平均每场直播的观看人数,都在10万以上。 一个月有三周,它都在韩国的东大门。 不过此时,它并没有空离我。 每天晚上8点,它就和团队,一个直播助理,一个合作模特,进入到东大门的各个档口里。 在接下来的5、6个小时里,它们通常会在5到6个档口进行直播。 实际上,它的团队人数不止于此。 满手在他们进入档口前,就已经在各个档口挑选了衣服,谈定了价格。 国内的客服团队,发货团队,也时刻准备着。 别看现在团队人员齐备,两年前,20岁出头的盛,泰氏单独来到了这里。 他拿着手机直播,各个档口现已不能拍照不能视频的规定,都不让他进。 在一个档口门口联播了20天,为他们带来惊人的销量后,对方才同意他进店直播。 这家店的衣服真的特别好,你看小姐姐身上的这件西装,特别有型。 这位全球狗超级的买手,打折计一天就能成交2000至3000件衣服。 模特不停试穿,盛太不停介绍。 最初他只是拍,后来他让店员帮忙试穿,现在,他有了专属合作的模特。 升级的背后,是东大门对这个小伙子,超强带户能力的认可,也是随着买手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避选之路。 盛太孝说,全球购买手把这里变得越来越热闹,档口也是一铺难求。 店主拿着拿着他们家设计师最新设计的衣服,去这层楼上的管理部门那里申请,都不一定会给他一间新的店面呢。 买手的衣服,多由韩国物留业的大叔负责运送。 在熟悉了之后,即便要加货,买手都不一定要新自到东大门。 他们只需让大叔来店里拿货,发货后打款即可。 围绕着东大门,一位搬运工月薪可达人民币1.5万元至3万元。 他们宽厚的背,连接了东大门的衣服,和世界各地的人们。 一百年不衰的东大门有何秘密? 走出大厦时,已过12点。 地铁已停运,公交无踪影。 大厦口的出租车漫天叫下,来时打表只要50元路费,回去时,开口要价200元。 我们选择走路而回。 大约行走300米之后,两旁漆黑下来,热闹如烟消散。 回头看,东大门还在那里,亮着霓虹式的灯。 东大门是引领亚洲时装潮流的。 最新版最时尚的衣服总会最早出现在这里,一年制造多个爆款经久不衰。 东大门是有技术含量的。 尽管同样做批发,但设计师们总能在这里找到一席之地,并由此展开最前沿的追逐与竞争。 东大门也是有例外的。 部分放口拿着其他国家进口的短袖和衬衫,用Made in Korea,忽悠着远道而来的客人。 这样的行为,正面临越来越严厉的处罚。 放口的店主还在守候,批发的人们还在选货,直播的买首还在介绍。 仔兎讨议